我感觉还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是杀就重了 对他们的防守我只能说无能为力 非常开局落后 但是郑思泰和黄亚琼还是非常稳定的 自己调整的也很快 各位可以通过中国雨鞋的官方公众号来收看这一次的国家羽毛球队的对内对抗赛 这两个人的轮转 军朝队感觉郑思泰是飞在空中的 飞来飞去的 所以这种移不登起的这种能力确实很强 所以为什么说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比赛之余的这种训练呢 一方面是保持这种巅峰的状态 另外一方面也必须得增加一些力量的训练 来避免伤病的出现 好现在第一局的上半阶段的比赛结束 郑思泰和黄亚琼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 现在是11比8暂时领先 王畅你来给大家点评一下 这个第一局的前半段 你觉得双方的整体的发挥怎么样 正作为他们这片场地应该是社会场地吧 对 所以看他们的战术还是比较明确 基本就是抢进攻 但是主要 欧逊陈金城这队的防守也确实 没有特点 是 所以他们也不太 不是特别惧怕正作为的进攻 但是兵在顺动场面 这是一个对自己很有利的一个战术 所以可以看到前半局 百分之八七八十的进攻 都是在正作为他们整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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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寻找空缸 在组织进攻 嗯 今天的战术就非常明确 就不那么抽了 就是要出击他 直接挡就来进攻 好球 好球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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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其实这场比赛来挑战正思维和黄雅琼呢 对于欧选翼和陈青城来说 确实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既要把自己的速度打起来 同时还要保持稳定性 不能太多的失误 让对方连续的跳分 像面对郑思雯黄亚琼这样的水平 高水平的运动员 你要让他们连续跳分 不要想追太难 哇 漂亮 这个球黄亚琼抢得非常凶 上枪的速度 意识 都是世界顶级的 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合 是 9比10 9比10 哇 漂亮 漂亮 是不是有时候你们在看这个 像你这些大队员在打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在想 哎 这种球露出波 怎么样能够打得出来 哦 这个摆脱 漂亮 好球 这个球顶得陈青城很难受 这种球呢 在以往我们转播 国际性的比赛当中 也经常会看到郑思雯有这样的打法 就是突然间 去压对方女队员的这个 头顶的位置 压的对方很难受 回球质量不高 自己有突击的机会 所以前面 目前应该在早久 开始的比赛 但是郑思雯还是打回去 并且保持主动 还是继续进攻 是 所以是他的比较厉害的一个点 哎 这个球 露球了 21比9位 我们开局落后之后 郑思雯和黄雅琼 一直保持着场上的主动 我们请往场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你觉得这场比赛当中 郑思雯和黄雅琼赢在哪儿 这个陈青城和欧宣毅的问题 有出现在哪儿 他们前半段还是 战术 我觉得打得比较明确 然后后面中间 间歇完以后 就连对面 连丢了那三四分 其实他们也并没有做过太大的改变 只要是 毕竟对面在处一个逆风的一个场地 光靠防 要防赢这一局球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我觉得 他们在后面连丢三四分以后 但是还是处于一个被动 就一直在防守的一个状态 防守 有两三个球 一下子被正四围的进攻攻破了 他们一下子 防守信心会掉眼 最近处在一个逆风场地 对 所以还是会顶着一种压力 对 然后后面有一段 丢风比较快 可以看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第二局 看他们碰到这个顺风场地 会不会双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改变 对 第二局 比赛开始 连 连 刚才在顺风场地 欧拳翼和陈兴诚是不是也要加强进攻 多去下压 因为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 有很多球员就是在这个顺风场地 如果去不断地挑对方两个底角的话 很容易出底线 看看双方 没有一些改变 换一下球发球 后拳一接发 跳起来 好 一 点 哦 好 这两分丢的味道不快 这两分丢的味道 一旦出现的比较多 让黄小熊和郑思维连续的得分 很难再控制住场面 关键对方经验太丰富 滚网 批掉一半 好球 滚网 四比四 五比四 五比四 而且这个回合 两个人的轮转很有特点 这不是说郑思维先往后 不是说这个黄雅琼先往前跑 而是郑思维先主动的去轮转到后面去 像这种打法 因为郑思维的身高 在后装当男队员当中比不算高 这种打法 这种体能消耗 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竞技状态 非常不容易 漂亮 好球 太凶了 两个人的轮转稍微的慢了一点 有 没料 其实在郑思维和黄雅琼得的这九分当中 真正的 就是 欧权义和陈青城被对方杀死的 并没有多少分 自己的失误还是多了一点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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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四个还是五个吧 直接自己打下网的时候 对 这个又是郑思维在华雅琼的身前主动的退后 但是感觉这个球好像又要出界 两个人让了一下 这个球果然是出了底线 6比11 如果是你和子健来对阵了 华雅琼和郑思维的话 你能会怎么打 如果是这种场地有顺利峰的话 我们也会比较想象的 顺利峰的一些战术 然后 如果两个男的打他们混双的话 那肯定多半是盯着女的会比较多一点 平时你们在队内训练会这样打 有这样打过吗 有打过 有打过 输赢的情况怎么样 给大家说 我和周浩东 打过正确的话 这一对 渐渐 渐渐 现在你们俩是怎么制定的战术吗 赢了 你 我打的时候 我们准备了几个 雅琼姐准备了几个后场 先把女的调整个后场 然后再 畢竟两个男的不能做防守还是进攻 还是一些跑位上 能够比本方稍微占点优势 但是一旦让他们的本方阵型摆开 以前以后摆开 其实我们还会有一点难受 主要是限制他们 这个滑球太突然了 把球节奏的一个变化 对 很可惜 他们这局 除了欧拳一上来 前几分钟有两个进攻 直接得分 好像他们这局也没太多的进攻机会 对 其实欧拳一 他们的特点 相比他的防守 他进攻更有意思 嗯 那就是 特别在这个社工场里 对 看他基本有进攻 就是80%左右的得分率 嗯 基本上 起来 有了杀就得分了 嗯 之前 从18年 南开始搭档 打男双的时候 他在后场的进攻 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 觉得还是 在后场有这种重 有时间 对 而且给的这两个球呢 并不是说 只是无谓的在起球 给的点还很好 特别平 特别平 对 十二比十三 十二比十三 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一分 来 正思维的数 十三 比十三 十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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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十三 莫巴九 十四 比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四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想给正思维气球 他的速度也快 但是在被他压制的 这个情况之下 回球质量 确实很难保证 再加上有黄亚穹 在往前也很凶寒 所以给到往前的 也未必见的机会 就一定好 哇 漂亮 虽然不重 但是这个球很快 黄亚穹 从这个镜头特写上 可以看到 他用的是天府七七 现在有了新的赞助商之后 大家也 有一段时间 也都在适应 新的球拍 新的球鞋 好球 黄亚穹 在往口封得非常 准备四 准备四 漂亮 这个动作移植性太强了 很隐蔽这个动作 而且批掉的质量也很高 两个打对角连续的摆脱 但是陈京城这个球 位置和时机把握的都很好 他们两个人的防守 其实真的很好 漂亮 这场真是高水平的 长点 10点15 5 8 9 出了边线 16 20 哎呀 好 能感觉的出来 确实想要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突然间的提速 但是很可惜这个球又下榜了 连续的两个失误 欧璇一 欧璇一是94年出生的球员 好球 好球 翌翔 吃吧 好球 好球 了 好球 第二局的比赛结束 郑苏维和陈庆诚是2比0 战胜了陈庆诚和欧璇奕 我们前往上也来点评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第二局 我们都看到小欧璇奕在后场发挥出他的进攻 他们的得分还是不会特别困难 尤其是前半段 第二局前半段 然后到中半段 他们有一段五六分的追分 一直把比分追到平 甚至领先 他们那一段压的正最晃球也是非常难受的 对 然后看着正最晃球 位置世界第一 他们的战术一下子从那个连丢三四分四五分马上做出改变 对 他们就是从一开始抽变成把球先挡下来 然后就是我不挤 我就保持进攻 保持掐压 然后欧璇奕他们就会急着去反击 想要再次掌握场上的主动 看到很多底线出界 因他们在顺风场地 你抽起来想反击底线出界 然后就会比较急躁 他们正在为他们又 场上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对 所以后半段的时候就连续的跳分 对 涨分涨得非常快 先是欧璇奕一段连续得了四五分 然后马上又是正所一段一直跳到二十比十五 这样的连续得分 对 体验出世界第一的经验 以及场上控制力 各种各方面还是非常强 是 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呢 将会是女单的决赛 是由陈宇飞对阵何冰娇 对 对